不知从何时起 德云社的卵云平和烧饼就频频发起战争 网友们也是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姿态 津津乐道的看着这两位德云社的优秀徒弟在线互对 一位是郭德纲走到哪里都特殊介绍的爱徒 一位是从小就跟随郭德纲的儿徒 两位对于郭德纲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人 所以争宠也就在此难免了 德云斗笑社中 烧饼和卵云平的儿徒和爱徒之间的争宠 也是一大看点 岳云鹏在节目中就曾说过 儿徒就怕遇见爱徒 来选吧 选一大罐就代表选搭档 那我也就短评快 也没有什么可悬念的 我就他呗 漂亮 但这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说明前面那俩他不喜欢 这个明显被挑走了 这肯定卵云平挑走了 对不对 就把朋友爱徒 儿徒就怕碰你爱徒 你知道吗 男孩容易打死对方 相爱相杀 可见两人忠宠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当然 这也只是为了节目效果而已 而就在今天 儿徒和爱徒又在社交平台上相爱相杀起来了 但是评论却暴露了团宗的内容 烧饼发文称当爱斗太难了 想放弃的第一天 想当副总的第二年 卵云平发文回应道 没文案 并且at了烧饼 当事人也明白了卵副总的想法 并且评论道 你太累了 该歇歇了吗 卵云平回复道 昨天你不是当了吗 这一段对话 让很多网友猜测到 两个人是不是在拍摄斗校舍第二季 配图都是在做造型 而且卵副总的回复 有可能是团宗的第二季中 完成了副总的愿望 虽然只是一天 不知道有没有过瘾啊 当然 再说说烧饼想要放弃当爱斗这件事吧 说实话 在娱乐圈里当偶像 其实真的没有大家看到的那么容易 虽说有了名气和关注度后 粉丝们积极拥护 但平时所付出的努力 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 自从跨界进入到娱乐圈后的烧饼 不管是在形象打扮上 还是其他的综艺行为上 都要比之前 仅仅在德云社演出的时候 要注意的更多 每个人啊都不容易 但想要在娱乐圈里展露头角 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艰辛 现在的烧饼可以说 自从出圈后 在各大综艺或者是某些平台上 取得的成绩都还不错 有了这么好的开端 按照烧饼的性格 也不会这么轻言放弃 至于烧饼发文中说的想要放弃 只不过是自己 偶尔的一小句抱怨罢了 毕竟按照烧饼的才华和能力 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作为观众 我们也期待烧饼更多的尝试呢